哈囉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歡迎回來指向生存 哇 我們好久沒有回來指向生存了 為什麼那麼久沒有回來呢 因為 老頭在玩別的遊戲 沒有時間拍指向生存 你看一下老頭YouTube頻道最近在幹嘛 就知道我最近在幹嘛的嘛 對不對 好不好 那老頭會回來的原因其實有一點啦 就是覺得 太久沒有拍了 回來拍一下好了 再來就是說 剛好他有更新 多了一些東西喔 比如說 單人離線模式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多一個這個 他這個單人離線模式 跟我們現在這個模式不一樣 我們現在這個是單人連線模式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區分 總而言之他就多了一個單人離線模式 然後很奇怪的是 單人離線模式的紀錄檔跟 我們現在單人離線多人模式 單人連線模式 的紀錄檔是分開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做區別 總而言之我看到 所以說 老頭還是回來原本的這張圖 然後 還多了什麼 還多了這個 現在我們指向生存呢 可以裝MOD 但是 工作房還沒有開放 所以說這些MOD都要從 討論區那邊下載下來才會有 那 裝MOD的方式其實跟方說有點像 這個 應該不至於到不會裝吧 好不好如果真的很多人不會裝 這個到時候我再 教大家 好不好就這麼的簡單 那 焦糖呢 焦糖大大他有放一個 模組給我 就是 收集物資兩倍的模組 個人是覺得還不錯用啊 真的很好用 初期 物資缺乏的時候 裝這個模組 真的超受用的 平均砍這種一棵樹啊 好 大概會給十個左右的木頭 欸 很方便欸 少砍一棵樹啊 差不多少砍一棵樹了 兩倍啊 好 我看這個數量有點誇張 好 全部卷完 好 更正 將近快要二十片 項目快要二十片 有沒有誇張 這個模組我跟你講 你們在玩一定要裝 不裝不行 真的 這個到時候 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我可能會把連結貼在這個 這個影片下方 你們要的話自己去去索取 好不好自己下載 要裝其實不難啊 就是 他的那個 資料夾裡面有一個MOD 把他貼進去就對了 好不好 好啦 再不會之後再說啦 然後你看到老頭現在這個 房子呢 周圍多了三根柱子 只為了美觀 所以說加了一個柱子 把他支撐起來 其實我覺得還是蠻醜的 我真的不知道這種指向類型的這個 模組啊 要怎麼把房子蓋得漂亮 老頭真的沒辦法 老頭真的不行啊 所以說呢 呃 請見諒老頭不是什麼建築天才 老頭只會混吃等死而已 好了 那我們現在有木頭了 準備要燒一下銅 因為老頭在錄影之前呢 有稍微去再重新探索一遍 然後挖了一些銅礦 然後準備燒銅 我們到時候呢 把這個銅拿去做我們的銅鎬 就準備要出發了 之前上一集老頭有說 老頭要把所有的銅裝給做出來喔 後來我發現這個實在是太難了 因為你要找到銅礦其實還蠻難找的 呃 我是覺得難找啦 我不知道各位覺得不覺得難找啦 我真的覺得要找好久好久 而且 你挖到就算你是兩倍的物資量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概挖了一個小區域 你可能才獲得了將近五六個 那個銅塊 銅礦 銅礦 然後呢兩個做一個 所以說我剛剛打二十個 然後我只有十個銅錠 真的很想哭 所以說我覺得銅裝之後再說吧 然後呢老頭在外面探險的時候呢 有找到一個 也不算是洞穴 他是有一個地區 需要更高級的 那個稿子 才有辦法去挖掘 所以說老頭認為呢 應該要用銅鎬挖 或許他可能挖得掉那個 不知名的礦石 所以說待會老頭把這個銅鎬拿去做之後呢 銅鎬做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要往那個地方前進 老頭的這個地圖也標示好了 紅色這個點 大概這個位置 大概這個位置 在準備出發之前 然後老頭又遇到一隻很奇怪的生物 等一下帶你們去看一下 為什麼沒顯示出來 有 可以做了可以做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們有這個東西 神器了 在這裡 哇我們直接取代我們的石鎬 棒棒棒棒棒棒 只能做一個而已 然後又只有帶十個 我覺得我們做兩個好不好 反正我們銅錠有這麼多 我們銅錠剛不是很多嗎 我看一下 我們銅錠還有十二個 我在想說要不要再做一個 猶豫中 已經晚上了 我的天啊 該不會我們要晚上過去吧 不會吧 銅斧好不好 做個銅斧好啦 我們沒有木板了 該死了 我覺得做個銅斧好了 砍速也會比較快 銅斧跟銅鎬先做出來 好不好 然後呢 倒啊 哇 WTF 東西呢 見鬼了 哇賽 這是bug嗎 我都已經砍了 這個樹會浮空喔 太屌了吧 好吧 算了 繼續挖 繼續挖 欸 有了 這個終於倒了 太棒了 來 我需要這些素材 來 來 銅斧做一下 NICE 太棒了 好 我們就稍微等待一下吧 等到我們早上再出發 好啦 也差不多要早上了齁 剛剛老頭出來稍微挖一下果實 以及這個東西 能挖就挖 不然的話到時候肚子都沒得吃啊 不然的話到時候肚子都沒得吃啊 我們可以準備出發了 呃 方向應該在這裡吧 然後老頭現在看到右上角有這個冒險者 探險者的這個 成就任務喔 成就任務寫說 裝備指南針 老頭剛剛稍微去查了一下 指南針要做的條件必須要兩個鐵錠齁 那老頭呢 不是說剛剛有在一個某個地方發現一個礦物 不知道是什麼 他的石鎬是沒辦法挖的 所以說老頭現在做的銅鎬出來嘛對不對 到時候過去看一下看是不是鐵啊 如果是鐵的話 我們看可不可以燒個兩個鐵錠出來 把我們這個指南針給做出來 這樣的話就方便多了 好我們往這邊走 我說的那個神秘生物好像就在這裡面 各位看見了沒有 好除了 除了這隻 這隻不知道是什麼 沒看過 不是這隻 我說的神秘生物應該不是這隻 怎麼只剩他了 還是我跑錯洞窟啊 我是跑錯洞窟啊 欸欸 What the fuck 不是這個洞窟嗎 欸超黑 哎唷哎唷怎麼那麼黑啊 我靠 哥布林 欸難道他重置了 不是這個洞窟嗎 沒關係我們去前面一點 好然後這邊會有這個 水晶 啊那傢伙在哪裡啊 欸他傢伙不見了欸 是不是時間到他就會自然消失啊 我最明明在這邊看到那隻大隻佬了 算了 好像每 每過一天 他們都會 重置那些 人物 呃不是人物 重置那些生物是不是 哈哈 太奇怪了吧 喔好像是這裡的樣子啊 我想起來了 這邊 啊就這個就這個 可以挖嗎 可以欸 果然 鐵嗎 是不是鐵礦 我 就知道 啊 你繼續看一下附近有沒有 欸他這什麼都不見了 這什麼東西 欸他怎麼消失了 然後這個 山 山 山邊居然有 有一個洞 我們聽到奇怪的聲音 喔喔喔喔就這裡就這裡 OMG 等一下等一下就是你就是你 嚇死人了 這什麼東西啊 原型傀儡啊 原來這邊也有原型傀儡啊 來來來來幫你打死 OMG 有啊 還好他卡住了 我現在這樣他應該弄不到我 有沒有 喔喔喔他有點靠近 剁一下 傀儡大哥 哇幹上來了 上來了 喔喔喔喔 解決了解決了 已完成進入 已完成黑暗任務 完成了什麼黑暗任務 打死原型傀儡拿到黑暗任務 獲得四個鐵錠 欸不是 兩個基礎零件 這麼爽喔 然後這裡好像有豐盛的 豐盛的資源 真的假的 來看一下 這邊放一個火 喔有水晶 讚 這個是 這個是藍寶石 我們獲得藍寶石 我們獲得藍寶石 不過還是沒有鐵錠 我們先來挖一下這個銅礦好了 來 再來做兩個 我再往下一探究竟喔 喔這些妙哥 喔紅寶石阿嚇死了 什麼鬼聲音阿 那個聲音不要出來嚇人好不好 我會怕 我會怕 嘿 紅寶石入手 好我們去燒一下我們的鐵喔 做一下指南針 四個鐵 四個鐵礦綽綽有餘 來 這個 應該是 往這裡 沒有木頭了 該死的沒有木頭 沒關係 咱們的斧頭派上用場了 銅斧 稍微快了一點阿 我是覺得沒有說多快 大概快個一秒左右而已吧 大概快個一秒左右 我們也只能做兩個 走吧 我記得有個任務是給四個不是嗎 好 指南針做出來給四個鐵錠阿 來 現場來看一下指南針 他可以做了 做吧 叮 哎喲 怎麼裝備 教一下 道具欄 沒沒沒沒沒沒屁用阿 這裡 蛤 他說我完成了 要按M喔 要按M喔 不是阿 裝備指南針按A開啟地圖 阿我沒有指南針我也可以開啟地圖 所以說 我裝備的指南針 到底 是多了什麼東西 阿這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我的銅礦變成這個樣子 這什麼變項目 欸我是破圖拉 來來來我們來看一下 指南針 指南針到底你幹嘛阿 上面 不見 欸阿外指南針耶 是我眼睛有問題還是指南針不見阿 丟地上了 沒有阿 欸阿外指南針耶 大哥阿 外指南針到底在哪裡阿 你這樣子搞我 搞是嗎 好不好算了 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喔 欸我們成功的做了指南針 雖然一點屁用也沒有 那麼呢 如果你們對這款遊戲很熟的話呢 有什麼意見 歡迎提供在這個影片下方 讓老頭知道 好不好 老頭呢下一集可能想要極力的去找我們的鐵礦喔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建議 歡迎在下方留言 以及就是呢 可以去我的NoNoLife按個追隨 這個NoNoLife的這個編號呢 號碼呢 已經放在這個影片上方了 如果你們有興趣 記得追隨老頭 老頭不定時會在那邊做個直播 好不好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一次指向尊主人再見面了 掰掰